亲密关系如同一首优美的乐章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这段旋律的高光时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伴侣却常常忽略了亲吻和前奏的魅力 让激情在单调的重复中渐渐消退 实际上那些令人难忘的亲密时刻 往往取决于彼此之间的用心和技巧 在感情的互动中细腻的准备和别具匠心的方式 不仅能让双方更为愉悦 还能让彼此的情感更加深厚 那么如何让这些珍贵的瞬间成为 回忆中最动人的章节呢 为此我采访了妻女有相关经验的女性 一同探讨如何用特别的技巧 为两人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位陈婷,31岁,是为私企会计 初见她时,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针织衫 给人温暖甜静的感觉 说起我和老公的事啊 陈婷抿了一口面前的奶茶 眼里闪着幸福的光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传统 之前谈过两段恋爱都是蜻蜓点水 可遇到现在的老公小张 他真的很懂得疼人 他继续说道 我俩是在一次公司联姻会上认识的 那天我穿了件白色连衣裙 头发简单地扎了个马尾 他后来说 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特别青春 我们认识没多久就开始交往了 她的体贴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说到这里 陈婷的脸微微泛红 记得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她家 那天我穿了件蕾丝边的白色上衣 下面是一条极西的白者裙 我特别紧张 手都在微微发抖 但她很有耐心 先是轻轻搂着我 让我靠在她怀里 然后呢 她害羞地低下头 她开始慢慢地亲我 先是额头 然后是眼睛 接着是耳垂 她的吻特别轻柔 就像羽毛划过一样 每一个吻都让我感觉被珍视着 她会用嘴唇细细描绘我身体的每一寸线条 从脖子到锁骨 再到她停顿了一下 脸更红了 总之那天晚上 她的吻就像春雨一样温柔 让我完全沉醉其中 后来每次亲热 她都会这样细心地吻遍我全身 让我感受到被深深爱着的感觉 有时候光是她的亲吻 就让我不好意思说了 第二位王平 28岁 是名幼儿园老师 见到她时 她正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 笑起来特别甜美 说到亲密时的技巧 王平调皮的眨眨眼 我家那位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以前总以为那些事就是那样 直到遇见她才知道 原来可以这么花样摆除 她分享道 有一次周末 我穿着居家服 在厨房煮咖啡 她突然从背后抱住我 她的手很灵活 像会魔法一样 一会儿轻拂我的后颈 一会儿揉捏我的肩膀 让我整个人都酥软了 每次她都会变着花样来 王平脸红红地说 有时候快一点 有时候慢一点 有时候重一点 有时候轻一点 这种节奏的变化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最要命的是 她总能在我最放松的时候 突然加重力度 然后你懂的 第三位李梅 33岁 在一家外企做市场经理 她身材高挑 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 却掩不住眼神中的娇妹 我男友啊 李梅用手指卷着头发 笑意盈盈地说 她以前是个调酒师 现在开了自己的酒吧 或许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 她的舌头特别灵活 就像会跳舞一样 她轻轻咬着嘴唇继续说 记得第一次约会 她就请我喝了一杯 特调鸡尾酒 看着她熟练的调酒 舌尖轻轻舔过杯盐 是味道的样子 就让人心跳加速 后来熟悉了 我才知道 她不仅调酒厉害 每次亲热的时候 里面压低声音 她都会先用舌尖 轻轻舔我的耳垂 那感觉就像触电一样酥麻 然后慢慢往下 一点一点 像品尝美酒一样 稀稀品味 有时候重一点 有时候轻一点 这种忽重忽轻的感觉 简直要人命 她抿了一口面前的柠檬水 最厉害的是 她总能找到我最敏感的地方 就像她调酒时 总能调配出最适合的口感一样 她也总能掌握最合适的力度 每次都让我 就是特别舒服 你明白的 第四位张婷婷 26岁 是位护士 她皮肤白皙 说话轻声细语 给人一种特别温柔的感觉 其实我特别佩服我男友的观察力 张婷婷说 可能是因为她是个摄影师吧 总是很会捕捉细节 我们第一次约会 她就发现我喜欢用左手拿杯子 之后每次约会 都会把饮料放在我的左手边 她继续说道 这种细心在亲密时刻特别明显 记得有一次我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 四肢睡裙 我们正在你知道的 她只是通过观察我的表情和呼吸 就能准确地找到最让我舒服的节奏 每次她都会特别关注我的反应 张婷婷红着脸说 如果发现我皱眉或是呼吸变得急促 她就会马上调整力度和速度 她说这就像她拍照时 要找最完美的角度一样 需要耐心和专注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她相机里的模特 她害羞地笑着说 她会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取景 让每一个瞬间都变得美好 而且她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按下快门 让我答到 哎呀 这个真不好意思说 张婷婷补充道 其实女人在那种时候是很敏感的 稍微不舒服就会影响心情 就像我在医院工作 也总是要细心观察病人的反应一样 但是她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的不适 然后及时调整 这种被深深理解的感觉 真的很温暖 最让我感动的是 她双手捧着脸颊说 每次完事后 她都会细心观察我的状态 给我倒杯温水 帮我按摩酸痛的地方 这种事后的温存 让我感觉自己不只是被疼爱 更是被珍惜着 第五位赵云 35岁 是一位拥有十年较龄的瑜伽老师 她身材保养得很好 穿着一套淡绿色的瑜伽服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重优雅的气质 我和老公的故事啊 赵云微笑着说 可以说是瑜伽管理的一段姻缘 她原本是来上课的学员 一开始 我只是觉得 这个男生特别有耐心 每个动作都很认真 后来才发现 这种耐心 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清敏了口花茶继续说 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我刚上完一节 高强度的阿斯汤家课程 浑身都是汗 头发还带着潮意 穿着一条贴身的白色长裙 她开车来接我 一进家门就让我先去洗澡放松 等我洗完出来 发现她已经点好了香薰蜡烛 还泡了一杯玫瑰花茶 她让我趴在瑜伽垫上 开始给我按摩 赵云的眼神变得迷离 她的手法很专业 从肩膀到后背 一点一点地帮我缓解疲劳 那天晚上 她害羞地说 她花了特别长的时间 在前戏上 从轻柔地抚摸到温柔地亲吻 每一个动作都不急不缓 她说 做这种事就跟练瑜伽一样 要用呼吸带动全身 慢慢地进入状态 等到真正要那个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已经 她眼着脸笑道 她总说我交给她的呼吸法 帮个大忙 让她在那种时候特别持久 每次她都会用均匀的呼吸 来调节节奏 让我们俩的身体 达到完美的和谐 最后我们总是能同时到达顶 哎呀 不好意思 说太多了 做完之后 她还会带着我 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赵云补充道 这样不仅能缓解疲劳 还能增进感情 有时候我们就保持着最后的姿势 静静地感受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第六位刘婷 29岁 是一家网红咖啡馆的店长 她穿着一条复古碎花连衣裙 微卷的长发披在肩上 给人一种文艺清新的感觉 在遇到我男朋友之前 刘婷拖着塞说 我一直觉得那些事 就是单纯的生理需求 直到有一天 她用她低沉的嗓音 在我耳边轻声说情话 我才知道原来语言的力量 可以这么大 她接着说 她是个播音主持 声音特别有磁性 记得第一次去她家 我们就只是简单地聊天 但是她说话的声音和节奏 就像是在给我的耳朵做按摩一样 让我整个人都酥了 每次亲热 她都会不断地说一些甜言蜜语 刘婷脸红红地说 有时候是夸我美 有时候是说爱我 有时候反正就是那种 让人脸红心跳的话 最要命的是 她总是能把最普通的话 说得特别性感 配上适时的抚摸和亲吻 简直让人 哎呀不说了 太害羞了 第七位孙月 32岁 是一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她染着一头绿色的短发 穿着简约的白衬衫配牛仔裤 整个人看起来干练中 带着一丝不羁 在创意行业待久了 就特别向往一些新鲜刺激的体验 岁月吐了口咖啡杯上的奶泡 我和我老公就特别喜欢 尝试不同的场景和方式 每次约会 她总能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她拖着下巴回忆道 上个月我们去海边度假 订了一间海景房 那天晚上 她带着我去海滩散步 我穿着一条极西的白色纱裙 海风吹起裙摆 感觉特别唯美 沙滩上几乎没什么人 月光照在海面上 浪花轻轻拍打着岸边 她从背后环抱着我 岁月的眼神变得温柔 轻轻地闻我的后颈和肩膀 海风吹过来 带着咸咸的味道 还有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就像置身于一部文艺电影里 后来我们在海滩上 铺了毯子看星星 她笑着说 她的手不老实地在我身上游走 我们就这样 一边听着海浪的声音 一边你明白的 大自然的声音 配合着我们的节奏 让整个过程都变得特别浪漫 还有一次 岁月压低声音说 我们在她的摄影工作室里 那里有很多道具和不景 你懂得 不同的场景会带来不同的感觉 有时候是复古的沙发 有时候是温馨的小床 每次都像在演绎不同的故事 她继续说道 最特别的一次是在露台上 那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 我们躲在遮雨棚下 伴着雨声和城市的灯光 那感觉 真的让人终身难忘 不过这种事还是要注意安全 我们都会提前考虑好各种细节 听完这些女士们心得后 我总结了七种技巧 它既是对亲密关系的点缀 也是增进感情的纽带 它们看似简单 却包含着深刻的情感表达 和丰富的互动层次 首先细腻的触碰是拉近彼此距离的起点 通过全身的亲吻 不仅让对方感受到你无微不至的关注 更是一种温柔的情感传递 这种方式能让人彻底放松 营造出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 为接下来的互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 变化是保持新鲜感的秘诀 单一的方式容易让互动失去趣味 而通过手法 姿势和节奏的多样化 可以不断带来新的感受 让关系充满惊喜与期待 每一次变化都像是在为感情谱写新篇章 让彼此更加期待下一个瞬间 第三 细节的运用能带来别样的感官体验 舌头的巧妙运用是一种充满艺术性的表达 它能够通过清甜和柔吻味 对方带来丰富的感受 这种细腻的互动方式 不仅让人愉悦 更能增强双方的连接感 第四 关注是情感的共鸣点 通过观察对方的表情 声音和反应 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喜好和感受 每一次调整 都传递着对彼此需求的尊重与体贴 让关系变得更为融洽 第五 时间是最温柔的催化剂 亲密互动不是追求速度 而是享受过程 耐心地延续每一个细节 逐步加强互动强度 不仅让对方更沉浸其中 也能为两人创造出更加深刻的记忆 第六 情感是最重要的润滑剂 在互动中 用眼神 言语或肢体语言传递你的爱意 鼓励对方表达他的感受 这种情感的流动 让两人之间的信任感倍增 同时也为彼此的关系 注入更多的温暖 最后 创新是情感的调味品 尝试新的方式 场景或氛围 能够让彼此的互动 充满新鲜感和活力 无论是制造浪漫的惊喜 还是探索新的体验 这些改变都将成为 感情旅程中珍贵的亮点 每一种方式背后 都藏着深深的用心与爱意 正如这七位女士分享的 亲密关系需要用心经营 给予充足的时间 让彼此慢慢升温 用甜蜜的话语营造氛围 在不同场景中创造浪漫 这些都是让感情 保持新鲜的重要方式 每个女人都是一首 等待被深情演奏的乐曲 而真正懂得演奏的人 才能让这首曲子 做出最动人的音符 那些温柔的抚摸 巧妙的技巧 默契的眼神 体贴的话语 都在谱写着 属于两个人的爱情交响曲 当采访结束时 我深深地体会到 爱情最打动人心的部分 或许就是那些细腻的 当两个人都用心感受对方 相互理解 相互配合 每一次的亲密 都会变成永恒的美好回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了一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